记者赵新天台北报道, 雅加达聚港亚运大多数项目竞技已如火如图进行中, 赛成较晚的七人制橄榄球队目前还在台北市立大学进行最后集训, 希望突破上届亚运的成绩。 亚运七人制橄榄球赛台湾队出征前顶住烈日持续磨练, 橄榄球协会理事长黄汉仓, 后排左四, 特别到场关心。 记者赵新天社, 亚运七人制橄榄球赛排在8月30日至9月1日举行, 是本届亚运赛成较晚的项目之一。 台湾代表队12名球员目前由总教练张威正和教练陈培张率领, 仍在台北市立大学天母校区进行最后备战, 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张威正表示, 这次亚运共有12国派队参加, 预赛分成三组, 台湾队分在B组, 将与日本、马来西亚和地主印尼队争取两个进级名额。 各组前两名进级八强战, 各组的第三名还将争取剩下两个进级机会。 台湾队将在8月30日下午守战马来西亚队, 张威正说, 这是我们最关键的一役, 如果能够打出水准, 就渴望挺进前八强。 他表示, 先前在日本举办过这组的测试赛, 台湾队和马来西亚队实力十分接近, 上次过招台湾队几乎一路领先, 站至最后几秒因为防守失误才被马来西亚队逆转。 最后集训阶段以针对防守上的缺失和全队的默契继续加强。 亚运七人制橄榄球代表队, 出征前加紧磨练攻防细节。 记者赵新天社, 亚运七人制橄榄球国家队, 与U20青年国家队进行磨码对抗。 记者赵新天社, 七人制橄榄球国家队正在台北市立大学集训, 总教练张威正, 中提醒全队相关细节。 记者赵新天社, 为了适应比赛时间和场地特性, 七人制橄榄球队特别选在台北市立大学的人工草皮场地练兵。 张威正指出, 原本亚运的七人制橄榄球赛与足球共用比赛场地, 是真草球场。 后来多方打听, 确认比赛换到附近人工草皮场地举办, 需要特别适应一下七人制橄榄球国家队在烈日下备战, 适应人工草皮的特性。 记者赵新天社, 他说, 人工草皮的场地, 球的弹跳滚动比较一致, 但起跑加速的感觉跟真草很不一样, 也比较容易聚热让脚底发烫, 而且倒得时更容易擦伤。 台湾队上次在仁川亚运七人制橄榄球赛名列第八, 历来参加亚运最佳名次则是2002釜山亚运, 那次获得银牌。 即将与队友一同出征的队长孙维强表示, 这次参加亚运目标是突破上届亚运的名次, 他说, 我们知道自己的实力, 现在盘拿到降牌或许有点困难, 所以目标先定在进入前八强, 名次要比上届亚运好。 他强调, 这次国家队12人的实力平均, 先发和替补没有明显落差, 个人的特色也很好, 首战马来西亚一定要全力取胜。 七人制橄榄球队长孙维强, 又二, 表示, 这次参赛要全力超越上届亚运的成绩。 记者赵新天社。